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登上春晚的思路山水地图,是什么来透? 这幅地图附在了大量原始的地理信息,全卷共化出了211个地理坐标。 许多思路上的重要城市,如中国的敦煌、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汉、阿富汗的赫拉特、伊朗的伊斯法汉、叙利亚的大马士格等,都有清晰的标注。 这幅画无论对于地理、历史和美术史都具有重要性。 此前,这件明代古图一直流散海外,密藏在日本京都著名斯加伯物馆、藤井友林馆。 2002年,北京一家国际拍卖公司出巨资购回,后由私人收藏加收购,今晚出现在春晚舞台上的许荣茂先生,香港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在2017年11月30日,将其出资2000万元美金收购的思路山水地图,无偿捐赠护工博物院。 四路山水地图,一幅长期被认为是清代山水化的首券,历经磨难,终于入葬故宫博物院。 做此一举的是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先生,他重金从私人藏加手中购得此图,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四路山水地图,汇于卷本质上,幅宽0.59米,全长30.12米。 记者在故宫文物医院看到了这幅展开的地图,东西嘉玉关,西至天方城,金沙特阿拉伯,伊斯兰圣城麦加,中间布伐哈密,图鲁巴等,至今仍在使用的地名。 不过,虽然地名都是汉字,但显然大多数不是汉语,比如土尔巴利·杨菲,他施虎都。 研究人员说,这些是蒙古语、回虎语、波斯语、阿拉伯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对这幅地图颇有研究,他介绍,全圈共化出了211个地理坐标,许多四路上的重要城市, 如中国的敦煌、乌兹贝克斯坦的撒马尔汉、阿富汗的赫拉特、伊朗的伊斯法汉、叙利亚的大马士格等都有清晰的标注。 这幅地图附在了大量原始的地理信息,它的出现已实误证明了在西方地图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对世界地理,特别是对于斯仇之路沿线已有清晰的认识。 他说,这幅图原来叫蒙古山水地图,林梅村解释,此名源于画背面上有糖的标签,所谓蒙古,是指称雄欧亚大陆的蒙古四大汉国的后续王朝,大约20世纪30年代。 日本京都著名收藏家藤景,有林在北京琉璃厂上有糖书四买到这幅古地图,一直将之当作清代山水画,收藏在自己的博物馆中。 2002年,北京一家国际拍卖公司除去自购回,后由私人收藏家收购,家喻官林梅村说,从明克本看,蒙古山水地图,显然被人剪裁为两半。 如今我们只见到原图的四分之三,另外四分之一下落不明,也就是说,这幅细域地理地图,原长40米,现在看到的只剩30米。 撕毁古画的愚蠢行为,是古董商的惯用手法,以便一幅画卖两幅画的钱。 从2004年就开始研究这幅地图的林梅村认为,这幅山水地图,受明代中期无门画派影响,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大山川为主。 他推断,这幅地图的绘制者,当是明代中期的无门画师,2017年5月,当霍西斯人藏家欲出收赐图时,他写信给故宫博物院院长丹继祥,这幅明代皇家地图发现以前,国际学术界一直以为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是意大利利传教士利马斗,带给中国人的福音。 殊不知,早在明代中期,中国皇宫内,就有家喻关之一斯坦布尔城的丝绸之路地图了,而且图文并茂,对丝绸之路沿线古城风土人情加以说明,信中说,对于丝绸之路考古来说,此图的发现具有画时代意义,因为丝绸之路沿线古城废墟大多没有名称,而此图提供了明代中期名称,古往今来,受自然环境限制。 丝绸之路具体走向变化不大,在此图基础上,完全可以追溯汉唐时代,或更早时期丝绸之路走向,堪称新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9月,故宫博物院院组织古书画、历史、考古、东西方交流等不同领域专家,先后独立进行行鉴定,大家从不同角度给予肯定和阐释。 徐荣茂先生得知此事,慷慨解囊,鼎立相助,成全盛事,突卢藩2017年11月30日,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徐荣茂先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四路山水地图的捐赠仪式。 在故宫博物院报告厅举行,这幅地图由徐荣茂先生,赤资1.33亿元,购回,并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四路山水地图,是一幅绘制于明代中后期的皇家清绿山水手卷,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它的回归将有助于我国更深入地研究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为未来一带一路的研究,提供难门可贵的参考与借鉴。 本次捐赠是继续荣茂先生,2016年7月捐资8000万元,参与故宫养心电研究性保护项目,后的,又一次文物保护行动,也是中国文化慈善领域的又一标志性动作,世贸集团捐赠故宫博物院,四路山水地图签约仪式,现场文化部副部长董伟,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李继,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受邀出席捐赠仪式并至此,故宫博物院院长丹继祥向屈荣茂先生颁发捐赠证书, 故宫博物院院长丹继祥向屈荣茂先生颁发捐赠证书,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亲敏,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国务院桥乌办公室主任邱元平,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周博华,文化部副部长董伟,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杨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彭晓峰, 全国政协港澳台桥委员会副主任吕洪,中国桥连副主席李卓斌,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安七一等领导出席此次文物捐赠活动, 是冒失聚资思路国宝入葬故宫思路山水地图,是一份承载了厚重历史和文化内涵的珍宝, 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和学术价值,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千年来所秉持的开放精神, 是与世界各国、各地人民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等历史见证, 该卷本幅宽0.59米,全长30.12米,全卷共化出了211个地理坐标, 所涉及的广泛地理范围,恰与绵延数万里的古代路上丝绸之路相吻合, 如中国的敦煌、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汉、阿富汗的赫拉特、伊朗的伊斯法汉、叙利亚的大马士格等, 在这幅地图上都能找到清晰的标注,反映出中国人对这条线路的清晰认识, 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也揭示了中国地理学对世界人民做出的贡献, 是一幅兼具艺术性与历史性的重要画作,此前, 四路山水地图,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从中国流散到日本, 收藏于京都著名私家博物馆,藤井有林馆, 直至2002年,才由私人收藏加购得,回流国内, 四路山水地图的出现引起了故宫博物院的高度重视, 虚荣茂先生得知此事,从多方了解到这件文物曲折流转的故事, 及其背后所蕴藏的民族文化价值, 当即决定出资从私人收藏加手中购回, 将其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 虚荣茂先生在捐赠一事的致词中, 讲述了他捐赠四路山水地图的初衷, 他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世贸集团之所以,投身文化保护的慈善事业, 正式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付出实践, 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致辞在捐赠一事上, 文化部副部长董伟也对许荣茂先生此次的捐赠行为, 做出高度评价,他表示, 虚荣茂先生的捐赠一举,及其一直以来, 对故宫博物院发展的资助与支持, 都可赞为公在当代,历在千秋, 其慷慨之情和公益精神令人钦佩和感动, 文化部副部长董伟至此同时, 故宫博物院院长丹继祥, 对虚荣茂先生,在文化保护领域的大爱无私, 表达崇高敬意,虚荣茂先生, 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 始终欣系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财富和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对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怀有难能可贵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自2016年为故宫博物院养心电研究性保护项目捐资后, 再次慷慨解囊, 是一件具有重要文化和研究价值的文物, 得以入葬。 故宫博物院, 为我国文博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 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尚, 令人感动, 也让人钦佩, 故宫博物院院长丹继祥致辞历史与未来一带一路的珍贵史料丹继祥在致辞中指出, 对四路山水地图进行深入考证, 将对我国四路考古等方面的研究, 产生非常积极的意义, 当前,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正在全面推进, 四路山水地图, 是历史上东西方交往与互通的重要见证, 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开放, 包容, 共商, 共享的特质, 有着重要的时代和政治意义, 2013年, 我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 这是为促进全球合作发展所提出的中国方案, 是对人类幸福与世界和平的美好追求, 2017年11月,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 特别应邀前往故宫博物院参观, 在故宫文物医院, 特朗普一行共同欣赏了这幅四路山水地图, 画卷在一张长条桌上从头摆到尾, 东齐甘肃家御官, 西道沙特麦家, 古代丝绸之路, 正是这样一路向西, 一路开展合作, 蜿蜒两万公里的丝绸之路, 是古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有代, 延年数千年的丝绸历史, 是世界文明的辉煌诗篇, 特朗普认真倾听介绍, 徐荣茂在致辞中强调, 一带一路一端连着历史, 一端指向未来, 一端记着中国, 一端通往世界, 我们愿意一如既往, 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努力奋斗, 为祖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的经贸往来, 文化交流发挥作用,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四路山水地图, 正是一把珍贵的钥匙, 它将有助于学者们, 更深入地研究历史上的丝绸之路, 并为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发挥积极的影响, 徐荣茂先生, 丹继祥院长, 及重要嘉宾, 参观四路山水地图, 实践文化梦投身文化工艺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文化新国运行, 文化强民族强,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 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 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则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瑰宝和源泉, 关乎天文, 以查实变, 关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世贸投身文化保护领域, 公益事业, 正式将这一精神付诸实践, 这也是世贸的初心和动力, 二十多年来, 在许荣茂先生的倡导和引领下, 世贸集团始终走在社会公益事业的前沿, 积极投身于诸如乡镇医疗, 艾滋病防治, 教育事业, 抗灾救助, 扑贫帮扩等社会公益事业, 而近年来, 徐荣茂先生对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推动中华民族文化保护, 树立国人的文化自信, 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离不开历史文物的传承与见证, 这是一个民族了解其传统文化, 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托, 基于这样的认识, 徐荣茂先生在2016年捐资八千万, 支持故宫养心殿研究保护项目后, 于2017年再度出资捐赠四路山水地图, 徐荣茂先生与丹西祥院长, 2016年于养心殿门前合影流。